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1年底谈移民签证,注意事项和流程 此前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视频 还有文章讲到有移民签证方面的 如果你没有看到,可以发email给我们 我可以发给你链接 那么在这里我们根据最近的一些形式动向 来做出一个新的视频 讲一下现在的注意事项和流程这方面 首先呢,关于一些背景情况 你知道呢,就是说绿卡申请 如果说个人已经在美国 那你可以交485,然后拿到绿卡 如果说申请人在美国境外 而且因为一些原因暂时不能到美国 或者是拿不到签证,或者是不方便旅行等等 那么他可以在美国境外 美国驻外的使领馆办移民签证 比如说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 你可以办理这个移民签证 然后拿到了以后呢,来美国登陆 入境以后就可以拿到绿卡 这个英文呢,它叫immigrant visa 这个流程叫领事处理 叫concealer process 具体的呢,如果是你的亲属移民 或者职业移民申请130或者140 得到批准了 然后呢,移民局需要把这个批准移交到NVC 然后由这个national visa center NVC 然后再联系个人 然后接下来呢,那你需要交费 需要填表,填DS260表 需要邮寄材料 这些我们都知道 好,那么接下来呢 NVC会安排个人在广领馆的面谈 这个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等等原因呢 这些移民签证的面谈有一些delay 那最近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客户 相继的收到了移民签证的通知 当然是好事,说明呢 移民签证流程现在有一些进展 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申请人因为旅行不方便 因为疫情期间的限制等等 或者呢,说一家人 有的人在中国国内,有的人在境外 现在呢,不方便去广领馆完成面谈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你可以考虑要求推迟这个面谈的时间 你可以发email给广领馆 另外呢,广领馆还专门有一个网页 可以在网页上提出要求 最近我们看到因为种种原因 要求推迟面谈的人比较多 所以呢,广领馆不一定会给你一一回复 但是你如果及时提交了要求推迟面谈的通知 这个要求,可以保留下来这个记录 那么过后再继续和广领馆follow up 继续联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可以推迟面谈 当然了,你具体推迟多久 这个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一个双刃键 看个人的情况 如果能够不要推迟呢 那还是不推迟的好 因为你要推迟呢 接下来再给安排的什么时间 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在几个月以后 有可能更长时间以后 那如果说你不推迟面谈 要去参加这个移民签证面谈 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DS260表上的问题 有的时候呢,会问到这方面的情况 然后当然你去面谈以前呢 需要做体检 然后呢,无犯罪记录证明 最近呢,我们看到广领馆提到呢 因为特殊情况 可以两年有效 那这个如果你不犯罪记录证明 还没有超过两年 可以不用满心的 然后去面谈的时候呢 那个人的背景材料 家庭信息 其他材料呢 你都需要带上原件 也还可以带一份复印件 可以提交复印件 交验原件 那么面谈的时候呢 对于尤其是职业移民 一般来说呢 还需要提供一个个人的简历 这个简历的格式呢 我们这里也有 如果你是我们的客户 或者有意请我们帮助 来准备这个面谈 可以提供相应的信息 那么除了简历以外呢 我们知道最近 这个在广领馆的工作人员 他长期住在中国嘛 对中国的事情了解的比较多 这个有好处 可能也有对申请人 不那么理想的状态 有的时候申请人当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来提供信息 不可能隐瞒 如果你在体制内 或者在某些部门工作 那么广领馆呢 有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 需要问到 这个呢也是从 不管是国家安全啊 还是公事公办啊等等 反正是直接角度来说 申请人呢 有的时候面谈以后 不一定马上就能够拿到 这个移民签证 有的时候要补充材料 有的时候要补充信息 要解答问题 像这样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 是在遇到了 广领馆要求 提供更多信息的 这个信件以后 然后才联系我们 用我们来帮助回复 然后取得批准 也有一些时候呢 申请被拒了 移民签证被拒了呢 并不见得就是迪案的 那你还可以重新申请 或者呢 提交I601豁免的要求 要看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拒 有的人因为提供了 错误的信息 有的人因为在中国的党员身份 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原因 这个呢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认真准备 比如说提供一个 statement的说明 然后呢 就澄清情况等等 有可能可以避免 那么如果一开始 你没有做出足够的准备 造成申请要补充材料 或者被拒了呢 那你可以具体分析情况 也有可能可以挽回 这些情况我们都遇到过 我们有的申请一开始被拒 然后I601豁免得到批准的 也有面谈以后被要求补充材料 经过联系我们补充材料以后 得到批准 当然也有更多的是 从一开始之后我们合作 准备这个移民签证 然后呢 顺利的通过了移民签证面谈 拿到批准 总体来说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申请人 有职业移民 也有亲属移民 收到了移民签证面谈的通知 这个本身是好事 但是有的人相应的 需要推迟面谈时间 也有的人呢 对于面谈需要有很多的指导 讨论关于怎样安排这方面 那这个呢 如果你有更多的这方面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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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